- 干嘛?想看我哭什么人? - 胜感儿,非常爱,好紧张啊! - 实在是长得太漂亮了,不知道要讲什么 - 好不好? - 最难忘的瞬间啊,就是opening - 升上去的时候看到所有的荧光芒灯海 - 我每一场都觉得很震撼 - 那个肾上线素爆表这样子 - 难忘的瞬间,云顶 - 大气的开会说,哇,你太帅了 - 超喜欢这个画面的 - 转圈圈,好难喔 - 因为要数拍子,在台上听不到音乐 - 一开始在小巨蛋的时候 - 那个应该是唯一一次吧 - 就是摇滚趴,然后有个人 - 去体队导演 - 因为他后来都不看我们了 - 他两个手就这样 - 我就坐着坐着,他手就这样 - 亲亲, oh my god - 你知道吗,我跳的时候我都这样子 - 不管了,跳错就算了 - 就是这一part绝对不能错过 - 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 - 我自己看到我会蛮开心的 - 就是在第3高院的时候 - 第3高院的时候 - 不是会有那个 - 把自己的家人 - 自己的狗狗 - 自己心爱的人 - 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 我觉得自己会觉得很感动 - 他是一条红 - 他是一条红 - 然后听听听听,后来哇 - 直接加入歌蛋里面,我整个人都齐齐皮疙瘩 - 我就一直在台下看这样 - 超级漂亮 - 每一个城市 - 每个城市都会一直进化 - 就是越来越嗨 - 越来越嗨 - 越来越嗨 - 有的时候,譬如我们肩奏 - 或是没有唱和声的时候 - 我们就有机会可以看台下里面的观众 - 那些男孩们每个都是 - 真的是甜心俏足,这个真的不是改的 - 最难忘的城市,只要是哒哒哒很大声的城市 - 我都很难忘 - 因为心里不在场上 - 可是就是歌迷却每一次,没有一次就能唱 - 大家抢得唱那种感觉 - 哇 - 要说印象最深的可能还是第一菜的人 - 因为这个是我小时候都特别示范的歌 - 我每一场都在台下我都想说 - 我也好想跟着观众一起搭合唱 - 唱完当年之后 - 歌迷每次都会一起说 - 好喜欢你吃不吃到的东西 - 我就会整个是全身起起皮疙瘩 - 尤其是越到后面的时候 - 我发现好像有一个 - 我们跟台下观众跟我们之间的那个情感的不一样 - 就是当我们跟他们说再见的时候 - 现在越到越后面 - 其实他们都会跟着我们一起说再见 - 我就觉得哇,这个蛮感人的 - 就是一个非常要求自己完美主义者 - 他有他的追求的那个标准在来 - 比较严肃可能会感觉出动 - 非常严谨 - 我人生第一次看到有人 - 有歌手拿歌本出来 - 然后写他每一字 - 每一个句子他应该要做什么 - 我就说 - 你有没有放过你自己 - 他说我如果放过我自己的话 - 那整个演唱会怎么办 - 他真的很敏锐 - 如果在舞台上发现有一点点不对 - 他马上就可以察觉到 - 我有点晶晶 - 就这个手 - 这样子跟这样的角度 - 他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 这样子跟这样子 - 台北小巨蛋 - 从延伸台 - 就退一退 - 太忘了 - 就直接跌下去 - 然后就听到 - 直接从舞台的后方 - 就冲出啊 - 他耳朵非常厉害 - 动一点点 - 有时候动一点点 - 他就会被他听出 - 所以我们在调的时候 - 有 歌手调的时候 - 一直都是站在一起 - 不能收拾 - 不能收拾 - 我们从跟他交谈的过程中 - 可以知道他对于 - 不管是这个演出 - 这首歌的一些想法 - 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改变 - 他做了很多功课 - 在各方面 - 工作的时候他很严谨 - 可是还是很客气的 - 对待每一个工作人员 - 这份贴心 - 就我们来说是 - 非常足够的 - 长周的时候 - 不小心生了一小病 - 然后 - 不小心感冒感得很严重 - 然后因为我本身又有点 - 蕁麻疹的症状 - 所以就整个 - 很好就是蕁麻疹 - 然后一结束 - 她就跟我讲说 - 我的围 - 地瓜 - 来一下找我一下 - 我就去一去 - 去的时候她就想 - 把它要 - 她就说 - 地瓜你一定要吃一下 - 你一定要吃一下 - 你一定要擦一下 - 对你会好很多 - 我很感动 - 哭哭哭 - 第一印象 - 怎么那么瘦 - 然后又白 - 然后想说 - 怎么会有这种人类 - 是嫉妒 - 每次近距离看就说 - 不可能 - 怎么比我还漂亮 - 我哥哥很喜欢 - 小时候很喜欢 - 连小时候我这太过分了 - 其实有买一些专辑 - 对 - 我有她第一 - 斜刘海的专辑 - 蓝色的 - 当时是有去玫瑰照片 - 然后买 - 然后有买这个 - 蓝波老师的教学袋 - 现在是我第一个 - 自行超舞的艺人 - 因此现在变成Danceer了 - 第一次听姐姐的第一首歌 - 是《睫毛弯弯》 -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好像还是 - 学校的联花晚会 - 去了路长 - 然后搞好她的首歌很火 - 然后在听《睫毛弯弯》 - 2006年的那个《微笑Pasta》 - 在电视上看到就觉得 - 哇 - 她很像是现实生活中的童话公主 - 我小时候是从那个西街少年开始 - 从小看楼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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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年 - 从我高三看到三高这样 - 我要讲我第一次见到她本人是 - 我念大学的三年级 - 天国的假期 - 她来我们戏馆 - 宣传 - 然后引起我们 - 学校楼梯的摊患 -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 - 为了假装吸引她的注意 - 还一直喊得很亲密 - 欣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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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 - 我曾经注目梦到我跟她在一起 - 我曾经注目梦到我跟她在一起 - 我们的王娘娘带我们一起去到了故宫有缘 - 创办符在这边 - 看符对对对对对 - 我们完成了阿姨的心愿 - 而且阿姨很厉害阿姨还当导演 - 只会说你从那边开始 - 跑过来要做一个动作 - 我们说也是非常配合的 - 白白 - 这样 - 手心切手心 - 手心切手心 - 手心切手心 - 我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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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对 - 同往幸福的旅途 - 哦 - 哦 - 月光的日文的版本 - 甘い色の長い髮を - 風が優しく包む - 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 - 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 - 没有什么就是一样 - 动一样 - 初前把我交去休息是说 - 就她真的是有掉泪说她 - 这样真的没声音 - 就是应该说可能平常 - 不会看到她比较脆弱的这一点 - 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 我觉得她对我来说蛮特别 - 就是虽然合作这么久了 - 但我常常听到唱歌还是会很感动 - 天分王 - 因为我11岁的时候 - 这时候听 - 那个时候在听《当你》的时候 - 那是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 - 11岁 - 可是我觉得也蛮开心可以 - 就是在过了那么多年后 - 可以在一起工作 - 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 我自己本身跳的舞是popping - 就是正甘舞 - 所以她其实在接演唱会 - 或接案子上面比较少看到 - 但有这个舞台呢 - 能让我在solo的时候 - 可以跳到这个东西 - 我觉得是我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 听一次我第一个演唱会 - 然后那时候我在台下听了 - 后来发现 - 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去追心的人 - 但我后来发现 - 每一首歌我都会 - 就是我才知道原来 - 它的影响我有这么深 - 当你有一句叫 - 如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 - 突然我想哭 - 如果是家中我有影响 - 然后他们非常传统 - 他们可能 - 他们没想到自己的小孩 - 还可以认上一个大舞台 - 能接到人生的一个行为 - 是因为是我的贵人 - 对 是我的贵人 - 其实我坐在空台 - 然后常常听着他跟观众打耳唱 - 就会很难以感动 - 因为这毕竟就是这二十几年的成绩感 - 这个时候观众很喜欢的 - 对 我的黄金岁月 - 不过我们希望可以唱一百场 - 是我们实际上的 - 心愿 - 希望可以唱一百场 - 想看我哭什么人 - 干嘛 - 想看我哭什么人 - 奇怪 乖 人出不不哭 人出不不哭 他們說我在 好像每一場每一場在進化 我覺得大家也是 這個真的是大家一起齊心協力 才可以做到的事 如果只有我想做 如果只有導演想做 如果只有江姐想做 其實就是 還是沒有辦法把這些好的演出完成 所以這真的是要 所有的夥伴們都願意 然後甚至到 最後了 其實還是有很多人就 還是很想要丟出一些 覺得讓節目更好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這些真的是很難能可貴的 難能可貴 就是大家都齊心協力在一起往前走 那現在大家已經相處上家裡了 所以 希望那天不要來吧 我們沒事就唱一場 沒事就唱一場嘛 不然 我們努力幾個一百場 我現在我的歌唱生涯已經五十場了 然後結束歌還是三十二場 我剛剛努力幾個一百場之後呢 然後每個月都還有一場 把大家每個月都聚在一起 而且我最喜歡這個工作氣氛就是 Bly Heart and Walk Heart 大家在台上的時候要很 很認真很努力的 要把這個工作做好 要把好的最好的表現給觀眾朋友 可是在我們休息放鬆的時候 大家又可以很用力的玩 開心的玩 大家玩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我最喜歡的這個工作氣氛 從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